爱情保卫战全新改版 情感疗愈团 每期将为三对有情感困惑的嘉宾 解决情感困惑 嘉宾现场旁听 相互治愈 共同成长 本期疗愈团成员 著名情感作家 新唐米娜 心理专家 雷铭 青年演员 宋宁 知名节目主持人 李一纯 情感导师 曲伟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期 爱情保卫战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大家好 我是情感疗愈团的团员一纯 谁说爱情呢 只能够从前车马很慢 即使我们年轻人的爱情 爱它就要大声地告白 那也要讲是非对错 爱里面有没有是非对错 有 更难得的是 难得我愿意 其实啊 爱一个人 不用刻意地去约束他 如果他也爱你的话 相信他会做好自我约束 大家好 我是演员宋明 是的 爱情当中 我们不能去约束对方 但是我们可以去影响对方 因为在你身边 说我们一起去改变吧 远比说站在你的对立面 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做 来得更有效 那么我们今天呢 会要疗愈怎样的爱情故事 还是有请这六位嘉宾 首先需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队情感嘉宾 邱先生32岁来自福建 物流经理 朱女士32岁来自河南 电商客服 那么今天 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他太不爷们儿 心里头住着个小公主 总想依赖我 他就是母老虎 没有女人物 不会说话 只会大喊大叫的 你们俩般配吗 般配 他强了他强 我弱一点 我俩父母 不配 我也想小鸟依人 但是被他逼成个女汉子 两位好 许温老师来给我评评 今天心情特别不好 他特别不爷们儿 就前两天报名的这个事情 咱说吧 之前他答应好好的 我们一起来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突然跟我说 他说不想来参加了 问他为什么 他也不说 转头推了我一下 然后我就摔倒了 我现在这儿也肿了 然后眼角 当时戴着眼镜 然后也有点花了 推他是不小心的 然后他 他马上也把我挠了 你看他挠我绝对是成心的 你看我脸上这个伤 到现在还没下去呢 你是怎么推 能把他摔成这个样子的样 当时是这么着 是他拽着我来 说我们感情本身有矛盾 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说好 给我说个理由 我为什么不来 然后他就特别激动 我当时只是拿这个 开一个玩笑嘛 第二个也是想试探一下 他这个态度 没想到他当时就暴怒 然后我就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子 磕到这个桌子脚 受伤了 他在生活中 也是非常不爷们儿 我们俩出对象的时候 他喜欢穿我的睡衣 穿我的睡裙 用我的发孤 有的时候我回家 嘿 我以为我走错门了嘛 大家看一下老师 有照片的哈 咱来看看照片 咱有这个照片 您看看 这多好玩呀 工作已经很紧张了嘛 回到家里的时候 调节一下情绪嘛 平时他还喜欢 让我叫他宝宝 我觉得那你在家里 像个闷福录一样 不跟我说话 那我肯定要逗你开心啊 这只不过我是 逗他开心的一个方式方法嘛 兄弟 我告诉你啊 什么事儿好玩 点两口子都觉得好玩 这事儿在家好玩 您看着您女朋友的睡衣 您觉得好玩 您女朋友她觉得不好玩啊 不是恶心 真不是恶心 她就个硬啊 你明白吗 点两口子都觉得好玩 这事儿就好玩啊 我是觉得衣服上面 有它的味道吧 我感觉比较安心嘛 她还喜欢 特别喜欢记账 比如说 有一次我嗓门大了点 说了她一句 她把那个东西 记在朋友圈里头 我自己发一个朋友圈 然后我说我自己可见 我觉得我自己受了委屈 我自己发一个朋友圈怎么了 您发了什么 我是说她今天又 又又问那个 她说母老虎今天发威了 再练施后功了 拿我当靶子 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情侣的关系 再只是情侣的关系 觉得对方这么不好 为什么不走啊 因为她身上 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她比较细心 对家人比较关心吧 很多节日啊 父母的生日 对 都会送一些小礼物 有没有想过 阻碍你们两个人 结婚的是什么 她就觉得我在外面 担不起事 什么东西老往后上 你们两个想结婚吗 之前是有结婚的想法 现在就是因为 这些事情叠加在一起 所以说也想来这个节目 请求老师的帮助 她在生活中也很娇气 尤其买大吸管 她搬不动 她吃的东西 没有一个正常女人会吃 吃什么臭豆腐啊 什么大蒜啊 吃什么东西 大家就做大蒜 我们也都吃哈 我也吃呀 这也就算了吧 到了夏天啊 穿一个裤叉子 然后跳过二头腿 和那个二锅头 就差雕根烟了 我男朋友娇滴滴的 不爱出门 怕风怕雨的 就都在家宅着 我为了陪他 我好歹也姐姐闷啊 要不然天天在家窝着 也难受啊 我想着喝点酒 我本来酒量就差嘛 然后我喝不过他 他就说松包 我就特别气 还有一次 就是我们公司组织团建嘛 那些男同事喝多了 就跑去跟人家掰手腕 整个公司的人 男生都掰不过他 你说他不是母老虎是什么 有没有觉得特别娇 你说作为一个女孩子嘛 丢人的感觉是 是他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跟缩头乌龟似的 别人想跟他掰 他在那不动 我是不是得上去 把这个场面给圆回下来 不就是缩头乌龟 当您掰赢了 全公司的男性的时候 可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他们公司里 就没有特别爷们的男人 老师也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就是都是男士嘛 就让着我的 你看这么一比较 那些同事多爷们儿 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个母老虎 在外面也是 在家里更是 在家里都干嘛了 就是跟李逵一样 他个样 每次我一说什么事情 他就说 不行说了 听我说 他喜欢的那些东西 我都不喜欢 他比如说他喜欢去什么 登山啊 露营啊 徒步啊 这种玩得跟一个野小子似的 老师您看一下这个 就是他去的那些地方啊 都是这种什么 就是山林里面 自己背一个帐篷 搞一个很大的包 然后到那里树营 什么东西都没有 搞得很脏 你看把我弄得灰头土脸的 我都能带他带不了 他还特别特别委屈 把这也记下来 他就是进了山林 就跟母老虎回来家一样 然后您的那几个照片呢 也还感觉不错啊 就是当男人上山的时候 男人味也出来了 比您穿裙子的时候好看啊 他就觉得说我这个拍的照片 都搭了个脸 这是有原因的 我想着吧 他本身就是这么瘦弱 弱不禁风 我带他出去长长见识 对不对 我空口说也无凭 是不是 来 你能抱得起你女朋友吗 我抱 这会成事故的 我怕摔不为难他了 不是 那你们俩现在这个状态 怎么样谈结婚啊 我觉得就是说在生活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分歧 但是比如说像一些大事大会的问题 我们还是能达成共识的 将来你们谁能养家 目前的话我挣的钱比他要多一点点 提到这个结婚的事 我是家里的算是老小吧 父母也挺重视的 希望南方未来的话 然后提供一套婚房的首付 他们家吧只同意出一半 然后跟我说要男女平等 你说你前男友创业 你都可以给他二十万 是这样的 我要说一下 是因为之前认识他的时候 本身我也交往过一个前男友 每个人都有故事 对吧 爱时就走 不爱时就放开 我们已经翻篇了 那个时候他可能 有一些经济上的状况 我当时借给他 后来吧 我发现他也失败了 他也没那个能力 然后我发现自己可能也被骗了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就想快刀转乱马 我不是那种不是小气的人 你也说了 这二十万是拿来借给前男友的 对啊 他前男友创业 马上趴二十万就打 就打给人家 什么叫二十万 不言为歪曲事实 怎么趴的一下二十万 是我说了 那个男朋友交往了两年时间 他是创业出去 也有点困难 你们结婚那婚房首付是多少钱呢 一共是六十万 就是你想让他分担三十万 对 他给前男友哭叉一甩手就二十万 咱以后过日子 这三十万怎么就没有 对啊 我就觉得很不公平 你肯定是爱你前男友 不爱我 这是翻旧账 为我们的感情而翻旧账 怎么叫翻旧账呢 那你说 我说的是四十 前男友的事情 假如 起诉前男友还钱 让他把二十万还回来 你们的房子首付 他付四十万 你看怎么样 我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我要的是他一个态度 我当时说的是 就是说我跟前男友 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 而且这个事情过去已经一段时间了 我不想再去打扰别人的生活 有句话说 我还有一个细节要问 你给前男友借钱这事 是在你们两个恋爱以后吗 认识之前 很久 我在认识他之前 在你跟他恋爱之前 之前 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呢 然后这件事是你告诉你男朋友的 对吗 我告诉他的 他要不告诉你 你知道那二十万吗 不知道 那你还让他出那三十万吗 我是觉得就说男女平等吧 他之前也说的也要男女平等 我之前跟他的一个态度是 对吧 我前男友这事 我告诉他了 我说本身工作也就这么多年 没有太多积蓄 我说能拿出一小部分 但是呢不是太多 我说未来的话 如果说买房的话 我愿意多出点房贷 我要的是一个态度 这事您可委屈不了 这个事的态度上 您还不如您的男朋友呢 您现在是明摆着的说 我愿意把钱贴了钱 男友我也拿不出一个态度 来跟你一起付首付 婚后所谓的 我愿意多还房贷 对啊 那有啥用啊 婚后本来就叫做 夫妻共有财产 这个房贷你愿不愿意 或者都是他来还 这也是夫妻共有财产 所以这个表态 没有什么意义啊 你要是真能表这个态 叫做我从前男友那儿 把我追的债追回来 如果能起诉成功追的回来 这个首付我愿意添二十万 如果没追回来 我有多少添多少 你看可以不 这叫做一个态度 我要的就是他这个态度 能追回来 我当然好 如果他追不回来 你找哪点也无所谓 老师是这样的 我们还没有谈到那一步 然后就一直这个事情 他就拿一句话读我 直接读到死 他就是小心眼 要翻这个旧账 这个账上 我不觉得他不爷们来 来问一下雷鸣老师 您觉得他这个二十万 该要回来吗 关键是为什么 非得跟前男友较劲 第一个是 我女朋友告诉我 要不我都不知道这事 对 他告诉我了 我还得跟前男友较劲 这时候就有一个细节了 他怎么告诉呢你 你前男友有男人味吗 前男友有上进心 有是吧 你前男友抱得起来你吗 他那个也是我抱他 好多事吧 就怕比 这要一比 就觉得这二十万是事了 我觉得 这个钱呀 应该要 但要回来是你的 你呀 这话呀 就说来说去 你把自己也绕进去了 是个人 朋友都会问你 为什么不去要 我也不想把我自己的伤疤 再拿出来 再晾在他的面前 你跟他说过这个原因 对 跟他说过这个事情 但他不能理解是吧 我就没办法理解 你跟你前男友 如果断了的话 是吧 如果这个事情 有个先后顺序 我也愿意把这二十万 给到我们 我这么说 其实这个顺序调换了 我特别理解这个周女士 你也借过前男友钱 没有 但是首先 他做这个事情 我正好跟你的看法相反 我觉得极其人道 而且极其有人性 因为就极 而且曾经有过一段感情 我觉得你在着急的时候 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可以帮忙的 OK 我帮你 但是我没有说这钱给你 但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你还了 我认了 你不还 我也认了 这个时候这男孩子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人家这件事出现在你之前 你有什么跟人交情的呀 翻过来说这个钱 人家说了 要回来是个女孩的 跟你们结婚的钱 有什么关系呀 但是我就是想想 他这边能粗一点吗 所以你现在在乎的 不是他的钱男友 你在乎的是这二十万块钱 不 你现在在乎的是钱了 你在乎的不是态度了 明白吗 没有 我说 此时此地此人 他掏不出那房贷来 要不要 你取吗 我肯定也取呀 我是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那不就得了吗 既然他掏不出那三十万 那六十万你也能扛了 扛下来你还不把事做漂亮了 你还得飞在人家心里 唠一嘎的 这多爷们啊 那就真的不爷们了 所以说老师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里 我就想着 我男朋友吧 在生活中也是娇滴滴的 然后在大事面前呢 也要让我冲锋陷阵 有句话说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一时要求他多么爷们 多么阳刚 我觉得也是为难他 我就希望以后的话 我也想做那个小鸟一人 这个不太可能 我都傻了 听到了您的梦想 因为他的肩膀就这么大 你想躺在他的怀里 您不觉得葛的话吗 我们找的这个人 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不喜欢这个样子 完全可以换一个人 还是此时此地此人 你不能说 我今天嫁你你这样 我希望你五年以后 变成另外一个样 所以我们知道了 女孩当初喜欢您 是因为您细心 那么你又爱你的女朋友 什么呢 她就是对家人比较好 然后比较有责任心嘛 什么事情都能扛得住 你其实是就想找一个 秦天柱 秦天柱是配变形金刚的 她是吗 那句话挺硬的 她是小型变形金刚 我希望说她在生活里面 更女人一点 不要是生活里面 也是母老婆 在工作上也是母老婆 好 假如今天我们做不到 分不分 在这件事情上 你们突然沉默了 那现在我们来问问 刚刚还一直看着他们 但是我们都在乐得不行 这边的是几个姐姐妹妹们 好像还有这兄弟 表情很凝重 对 看着他们这事让你们想到啥了 我感觉男朋友太热似的 您觉得是被逼的 对 我很同情这位兄弟 我起初也是一只母老虎 可以 同情这位兄弟 就没话了 意思就是母老虎娶回家了以后 反正这一辈子是不可能变猫的 对吧 变不了 绝对不是您把猫逼成的老虎 天上就是老虎 大哥那你觉得他们俩是在一起好呢 还是就此分开好呢 还是 牵手好呗 在一起好呗 还是在一起 在一起 不敢说不在一起 对 明明人家还有机会逃出生天的 您都不愿意搭救我一把 来 这位姑娘 姐妹我们是同名相似的人 如果男人强盗起来的话 我们女人何必要做女强人呢 我旁边这个更废物 这个词用得很狠呢 男士听了之后面不改色 心说早就听惯了 其实你们女人也不要太强势了 因为我们男人也是不容易 也不要太欺压我们这个男同胞吧 这要拉统一单线是吧 对 所以基本也就明白了 姐姐妹妹都是懂女人的 觉得我们女人之所以是老虎 都是你们男人逼的 而男人们都觉得呢 我们今天成为这样 都是被你们女人整废了 我觉得只要是这个人品性好 只要是他负责任 有担当什么样性格的人都会有人爱的 所以说这一点上 女生性格开朗 活泼 在外面和任何人都交际得非常好 然后男生很温柔贤 持家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是挺配的 就是你们两个如果真的愿意走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以后幸福度不会太高 你信不信那二十万今天在台上他不提 以后你们日子里他能念到你一辈子 所以你做好被各种计小账念到一辈子的准备了吗 您 这个邱先生 您可能自己所谓的情趣 这辈子在自己媳妇那都不会被认可 他只会嫌弃你 怎么这样 而且你所有的行为在他那得不到认可 所以你们也许会互相爱一辈子 但这种爱一定是伴随着不可改变的嫌弃 雷老师用嫌弃这个词 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 这个女孩在表象上是一种嫌弃 但是她是我觉得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这个女孩子风风火火一辈子 你说过 我的女朋友要顶天立地帮我撑起一片天 回家还要跟我小鸟一人 你要的太多了 你知道你希望她更女人的同时 你要希望自己多强大吗 在这个舞台上有很多人分分合合 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三个字 不般配 同意宋老师的结论 当两个人互相都不能容忍对方的缺点的时候 或者说是对方的特点的时候 这两个人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 我觉得你们可能都没有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厌恶对方 你们明明喜欢彼此这一个 一个不爷们儿 一个不够女人的样子 你的过往男女关系里头 你一定都是主导者 你我也就不用再说了嘛 你明明知道女朋友就是这样的人 而你要的也就是青天珠 你自己说的很清楚了 现在哏在你面前的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二十万的问题嘛 对吧 我就是说希望她有一个态度啊 是不是 她的态度只要她说 前男友是找我借的 有借必须得有还 如果将来不还 我们俩一起起诉她 你赔我 那我可以 再忙就没问题了嘛 对吧 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吗 两个人为啥互相嫌弃却分不开 因为你们在最根源上其实并不嫌弃 你们爱就爱彼此的没有男人味和没有女人味 你们谁变了 谁都不会找谁 就因为你们是这样 你们俩才在一起 这是我的看法 究竟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一会儿再想一想 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第二队的故事 有请 本期第二队情感嘉宾范先生 52岁 来自唐山 石油工人 马女士 51岁 来自河南 个体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还有婚言之急 春天心不气躁 继续没在我身上 她爱一天一鬼 爱没事饶事 你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 她现在对我经济疯处 我希望她别这么霸道 我希望她别看别的女人 眼睛里只有我 两位好 大家好 我感觉我们的感情出现了未体 她年龄那么大了 在外边摘花野草 她在平台上 就是海上平台工作 她的腿巴以前受过伤 继续做过移植 在家休养 我害怕她在家待的时间长 憋出来病来 我就带她陪我一块去跳广场舞 但是我叫她去 她不去 我这膝盖能跳广场舞 最可恶的是 我走了以后 她自己跑到广场旁边 有那个自发的一个唱歌的地方 她去找那女歌友去唱歌 那唱歌的女人都是六七十的人了 叫人家来来凤凤 哗哗的 叫得特别妻妻 你到底能教别人 管我自己教啊 她平常说话是五大三粗的呀 她给来来发语音 说话说得特别亲密 这我有录音 你们可以听 都带证识来了 男人在吗 今天晚上几点去唱歌了 咱们一起走啊 我最近心学了一首歌 咱们一起去唱唱啊 你听听她说的话多肉麻 人家顶我半个楼时 那么大随时的顶捅针去 我总感觉到现在她给来了 她俩就有关系 就是红颜知己 啥红颜知己 再一起唱唱歌 别的啥事也没有 你们唱的是男女对唱是吧 我不和尚 我当观众鼓掌 她到了晚上 该是要了不睡觉 唱那个千年等一回 我情愿和你花作一团火炎 哦哦哦哦 她不是和莱莱花作火炎呢 我但是和你花作火炎 喝作火炎干嘛 想把我花花着火了 我就 蓝蓝多大了 莱莱都六七十了人了 就这错 但是她每次唱歌的时候 都跟莱莱最近 她一直都说 她跟莱莱是正常关系 但是跟你说 就历春的时候 她跟莱莱发语言说 莱莱吃了阿姑娘黄 特别关系 她都没有这样关系过我 咱没关系过你 哪会出去喝茶去 算不得不好了 您为什么要关心 蓝蓝在吃什么呢 蓝蓝那个得过脑梗 关心关心呗 人家对我也挺好的 都是 马大姐 咱会不会多虑了 六七十岁的蓝蓝阿姨 还得过脑梗 你说这个情况 她是不是有一点 她作为一个老公 她应该关系我 应该体贴我 她都天冷了 都不知道让我多吃点牛黄 不能多吃 那是一样 你身体装情 你吃啥牛黄 你看看她说话都可难听 都是这样说的 不是 当她说完了 你像牛一样壮的时候 你为什么真的就要展示一下 我空无有力呢 我不喜欢她这样说 我想让她夸我好看 是夸我漂亮 来 怡纯 你像牛一样壮 好甜 看见没有 这才是小姑娘 这才是女人啊 我为什么对安排在这个位置 不过这一点 还有呢 俺俩每天出去溜圈的时候 我喜欢爱美吧 好 拍个照片 我让她给我拍照片 她给我拍点丑的要死 照片我也带过来 你们可以看一下 好 哎呦 看看 你看看 她是拍树的还是拍我的 她拍花花呢 你看爸我拍成什么样子 我有这么丑吗 我假的有这么丑吗 我也有点生气 大哥稍显随意了拍的 确实是有点稍显随意 我水平有限 这可不是水平有限 这是您那个 他对我都不上心 我在平台上能够干活 因为手机都不行了 他以前用鞋的时候 给我拍的可好 自从他给来了 他没认识以后 他给我拍成这样 这拍的好看的是几年前的事 他没有结辉的时候 那是多大的时候 我们俩是二回坐在一起的 我们俩认识三年多了 结辉快一年了 才一年 他就忙着千年等一回 我就感觉他现在又 发发第三吹了 第三吹了 那么您有没有做出 什么样的一些补救呢 比如如果我的丈夫觉得我不如过去美了 我是不是该捣吃捣吃啊 我捣吃了 我自卑 我就去美容店 去美美容 有时候去美美甲 我有时候还去减肥店 去减减肥 爸身材减得瘦一点 他说我烂花钱 不烂花钱 你看点的 越来越费了 皮肤冷的 又喝又凉的 哈哈哈哈 两个把买的没啥假呀 不是让你看吗 不是想吸引你了吗 让我看 我看平常女子中的 你看到我啥了 我这么改变你都看不到我 你就看到别人了去 大哥这样吧 你跟我们讲一讲 当时你跟大姐在一块的时候 你觉得她的优点在哪啊 包括大姐 你是怎么看上大哥的呀 我们是通过一个朋友 我没介绍认识的 当时啊 可以替别替人 我感觉这人特别好 心很细 我给他以后会幸福的 现在刚刚结婚一年 他在家休养 就认识了哥友 就这样 我感觉他现在变了 听上去也的确像 现在对兰兰这样 曾经也这样 对过自己的妻子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有安全感了 好 在生活里头 你们两个还会为什么事吵架 除了兰兰 除了去唱卡拉OK 还有她的前妻 她前妻老是给她打电话 不是因为孩子的事 因为什么呀 就因为跟你说了 她离聚 家里有事了 办个啥事了 她都给她打个电话 告诉告诉她一声 过年了买个鞭炮 还让她帮她买鞭炮 你说你想不想 好好过日子呀 好好过日子的话 干嘛要太太 给你的前妻联系呀 她联系的我 我也没联系她 您离婚多长时间了 09年的离婚了 那您的女儿多大了 14 14岁的女孩 有事可以直接找爹了 她在学校 不行再收集 哦 但是当您听到前妻 让你帮着买鞭炮 这一类的事 为什么不能拒绝呀 因为她买不到 我能买到 您在不在意 您现在的妻子 会不高兴啊 她都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如果你们俩能好 你们俩就复婚 咱俩就拜拜 如果说不行 你们俩就吃到了 不再联系 这才夏天九季 跟她前妻不联系了 前妻这个事已经过了 对吧 您已经给前妻消灭了 消灭了 那她生活里头 还觉得她有什么 她脾气类越大了 刷完 我得刷两边 她先不干净 大红大焦地 她做事不认真 做事不认真 她看电视声音大一点了 都给我逼掉 但是她对我自己 一点都不伤心 她对她自己可伤心了 比如 比如就那一天 我们去理发 她到了理发店 给理发师说 理一个充满爱的发型 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你理那个发型干嘛 不适合你 她说她喜欢 她愿意 我说你理发型 让谁看的 后来跟着 我们俩就吵起来了 吵到最后 还是理了一个机关头 你说哪能适合她的年龄 比我40大队 也有理这样的 多难看呀 我感觉她理个这样发型 走到大街上 我不安全 对 剪头发这事您不喜欢 还有啥 我俩没有机会之前 都说好了 各管各的钱 但是自从发现 她这种是一件事 一件事的一个出现 所以说我就把她的钱 都要回来了 你说啥呢 现在这社会 男人有钱 她就变坏 要想管男人 必须要管出男人的钱 有时候她要钱的时候 没有钱了 我就给她 给她个百二八十 有时候五十块钱 就给她这么多 你这些钱够管啥 不够一片酒 你在家朋友吃饭 我给你做饭 给你收拾东西 啥的我都管 你又不说你花钱 给你个零花钱 你都花给别的女人 你看住 因为我以前 不知道你有多少钱 现在我知道了 说着我就 管住你的钱 当着胖给你们 喝酒话 十回到我爸会买单 这也是咱大哥福管 不然的话 当您在这里 气势汹汹地要钱 他完全可以说 要钱没有 要离婚有一条 对吧 但他还是交钱了 这不是大哥 爱您的表现吗 但是交钱 他不愿意 他天天收我 他收我母老虎了 收我厉害了 收我爸套了 怎么试试吗 大哥 您在跟大姐 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知道她是这个脾气吗 知不知道 温柔那个 都装出来的 他之前怎么伪装的 我对你亲戚不好吗 说你亲戚呢 之前大姐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就是您刚刚认识的时候 她是大哥烈烈的 但是不像这样 咄咄逼人 气势汹汹 我这样逼着 也是你不给我逼成这样的 你底子是这样 有些事啊 有些事我在这坐着 我就听着 你说结婚之前说好了 你管你的钱 我管我的钱 这是说好了的 结婚以后 你要想把所有的钱 一把抓了 总结有个理由 理由 我就害怕她在给别的外边 给女人乱花钱 对 是害怕她在外边 给别人乱花钱 但她在外面 给别人乱花钱了吗 我这个结果 必须有一个理由支撑 这个理由是真的 还是我编的 这就很难说了 借题发挥了一下 然后呢 为了让这个理由站得住 我得到一个 灯火通明的地方 当着全国观众 当着你们 123456789 我还得掷地有声的 她就是跟那个蓝蓝不正常 有证据吗 不是 我总感觉 我现在价格上 我现在我没有安全感 你还要啥是安全感 钱也给你了 时间也给你了 更过分的 还让我写保证书 如果我但方面 就是离婚的话 让我精神出户 我已经身无婚婚了 我早精神了 他如果不写的话 他证明他心里有鬼 您这个保证书啊 就算让我们大哥写了 最后只有一个效果 就是离心离德 好 那么今天是谁要来的呀 他让来的 大哥一脸问号 你等会儿 他说大哥来大哥 这什么表情 你要来的吗 你看看 就是你越来的 他说我控制他了 不给他钱花了 是这样啊 倒是您说我要去 然后大哥执行的 还是大哥说要来 您跟着来的 这事得分清楚 阿俩一起来的 我听从命令来的 那你们是想解决啥问题呢 我的目的都是 零花钱多给一点 往后别这么霸道 那行可以了 零花钱多少 二百就可以了 我的年轻 一个星期二吧 还是一个星期二吧 我的目的是 不要在外边 零花也草 他也没爷的事 听歌只能听 八十岁以上的歌 以后千年等一回 风沙不能再唱 他不是 我老觉得这事吧 你把一个人 所有的出口 全封死了的话 这个人就得在 墙根凿窟窿了 你把他捆得太结实 他一定会挣扎 大姐我冒犯您一下啊 十四岁的女儿的亲妈 和结识了三年的 再婚妻子 你觉得这俩 必须点您重要吗 那是亲人 我有一十四岁的女儿 就管那个女人叫妈 她的电话 我凭什么不能接 钱都你把着 这个时候 你要求我不许 接我女儿亲妈的电话 这事霸道吗 这不是不让她接 太过费了多日 不是女儿的事 就是朋友的事 她都给她打电话 那是她一个成年人的事 您要这么做下去的话 我跟你说 到最后那十四岁的 女儿长大了 看您都会不顺眼 一定的吗 我真心的感觉 我们这大哥来到现场 就算是想挣扎吧 挣扎的幅度都不大 二百十块 如果说她是 让我别不沾花烟草 她要不有第三吹的话 我根本不可能管 大姐两百块钱 根本沾不了花 惹不了草 人家虽然叫蓝蓝 叫花花 但是人家真的也没打算 往她这走 她也没打算 给人家当元兵 那我不希望 她在别人面前 说话那么微柔 因为她对我说话 不微柔 她对别人说话 我心里都难受 别人可没拿绳子捆着她 您拿绳子都勒上她脖子了 一个星期二百块钱 是啊 要换着我 我也会觉得 蓝蓝姐唱歌越来越好听 什么 我来问问 我们刚刚一直听得很欢乐的 母虎之一 虎妹妹 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您觉得咱虎姐姐 是被一年的婚姻 逼成虎的吗 同样作为女人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大姐 您是真诚的 种种琐碎的事情在一起 可能我大姐之前 她也不是说这么虎虎生威 然后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 导致于她可能心里头 就慢慢地有这个气 然后就会把情绪发泄出来了 我认为是从病相连吧 那先生 我问您的是 每个月 八百块钱零花钱 多吗 太少了呀 蓝蓝你说出去 都得有点面子吧 对 口袋空空哪有面子 我觉得大哥太不容易了 您觉得 您和大哥比起来 谁在家里更没有地位 我觉得 我还比大哥好一点 大哥就是大哥 我越看大哥 越觉得可怜 我想 要不我每个月 我多给大哥补贴二百 给您一千 你这是要破坏他们家庭吗 因为我觉得大哥 可能之前是在海上平台工作 就是很少能有这种机会 接触到这么欢乐的场景 他回来以后呢 然后就觉得 哎呀 看着大家在那里唱歌 这个氛围多欢乐多好呀 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所以他才去的 他在那个场合 得到了一些快乐 在您这边呢 一直都是回到家以后 您就数落他 然后他手里又没有钱 所以我觉得大哥挺可怜的 这一点上 您多给大哥一些空间 这个大哥我现在看呢 一个是服从的很多 而且呢 付出的也很多 然后站在这 我们看着他 他要求的可不多 两百块 没人需要在生活当中 多一个管家 这个管家可是我的社会生活 我的私生活都管啊 最开始大哥喜欢 您喜欢什么 这人大大咧咧 这人好相处 但是现在 您还是那个大大咧咧 好相处的人吗 您的所作所为 正在让自己的魅力 快速流失 其实马大姐 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一下 您太幸福了 在一段婚姻当中 没有谁怕谁 有的只是尊重和爱 大哥到现在为止 对您所有的容忍 包容 其实都是体现出一种爱 哎呦大哥 别别别别别别 大哥您可比 您比我们岁数都大 您何必呢 大哥 哎呦呦呐 你看这是说明说到了 大哥心里去了 压抑得太久了 压抑得太久了 压抑太久了 真是压抑太久了 爸爸 那你想想大哥 七尺男儿对不对 说难听点 一挥手 你就不知道去哪了 我为什么对你言听计从啊 为什么你说给两百块钱 还得去申请啊 我出去听个歌 得跟做贼似的呀 我刷个碗不刷第二遍 你结果刷不干净 你家里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他为什么没说过你一句不好 因为他心里有你 他爱你 他珍惜这个家 我总感觉不安全 我希望他以后 不要在外边去 给别的女人去接受 只有心里 只有我自己 除非你要求 这个世界上就没女的 你的丈夫在进行一个 正常的社交的时候 你认为他在拈花惹草 这不是你丈夫的问题 是你有问题 你折磨他干嘛呢 之前我不管你受过多少伤 对男人有多少误解 但此刻你的丈夫 无论你提供的证据 还是他的种种表现里头 他没有念花惹草 你为什么老要往他身上扣这个呢 因为我看到别人的会议不幸福 我不想让我的会议 第二次会议还不幸福 这大哥岁数比我们都大 他现在都没对您有一句重话 他现在把自己委屈到现场掉眼泪啊 您要是还不放心的话 可能您也就放不了心了 就算了吧 我不放弃 那你就对他好一点吧 你的丈夫因为爱你 所以在各种不合理的要求面前 屡次妥协 你全视而不见 你连陪他去唱卡拉OK的努力 都没试过 你却要逼一个膝盖不好的人 跟您共舞 法律上都没有要求 做丈夫的必须把自己的薪水 全交给妻子 法律也都只说了 我们这个夫妻共有的都是一半一半 所以凭什么你成了家里的判官 并且以一个没有衡量标准的 仅仅以我绝得 来作为一个衡量条件 来判断他可不可以拥有自己的钱呢 能不能够满足大哥 这日子能不能还继续过下去 这一切您自个儿想 好不好 好了 我们有请第三对 本期第三对情感嘉宾 吕先生 三十五岁 来自黑龙江戴叶 孙女士三十五岁 来自河北 养生馆老板 那么今天 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上进 选天游手好闲 一来伸手 搬来张口 把我当作自动提款机 抱怨 今天一神一鬼 如果能重来 还会选择他吗 不会 我不会选择废物 会的 一定的 两位好 你好 老师 我想来的 因为他是 总说我是废物 我呢 就是开那个养生馆的 他呢 就是紧着有毛病 后来呢 他就去我养生馆 去了有七八回吧 一来二去的 就感觉挺适合的 然后我们两个就 在一起了 在一起的时候 是挺好的 对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这个男人废了呢 我们两个 那是一年以后嘛 他就辞职了 在家待了一年 整天 啥事也不干 让他扫个地 他扫不明白 让他洗个衣服 拿出来以后 他也不抖抖 直接就搭上去了 让他做个饭 他也做不好 我一个人 管这个理疗法吧 我就很辛苦了 我就想着嘛 回家能吃口热乎饭 什么的 是吧 他连这点小时候 他都做不好 他不但做不好 他也要求我 去给他做三三一汤 我当时给他做饭 他说我都做得 不符合他的口味 说我不洗衣服 衣服也洗了 但是拿什么洗衣服嘛 毕竟没有那么细心嘛 他就说我 这里做得不好 那里做得不好 到处挑我的毛病 所以摆烂不做了 对 他呢就整天 在家里 给我二大爷似的 往那一躺 啥事也不管了 他总之说 我有手好严 没有工作 其实我也在 努力着找工作了 一年了 找不着好的 你哪怕找个工资低的 他就是各种借口 各种理由 就想让我养着他 可是您也养了呀 是啊 你看我离异了嘛 是吧 上一档婚姻很不幸嘛 我也毕竟老大不小了 我就是和大家在一起 就背着结婚戏的 我这人就是 特别注重第一感觉 您有过一段婚姻 您的男朋友有过吗 我离异三年多 那您有存款吗 存款也比较少嘛 但是第一年也是工作 原来工作也不顺心 就辞职了 可是你在家 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工作 为什么不去 孙女士的店里帮帮她 真的去了 这个问题呢 一开始嘛 他就在家待着 我一看 你老在家待着 也不行是吧 你再这样待下去 这人不就废了吗 是不是啊 我老乡嘛 是做那个合金生意的嘛 我就想让他过去 那活也不累 挣的也可以 他就说 那不行啊 那我怎么能去 给人家打工啊 好歹以前也是个小领导 是不是啊 他就不想去 那我说 那你去我店帮忙吧 去了以后 我的男顾客 他去给客户点烟 我理疗管是明文规定 不让抽烟 有的女顾客来以后 就闻不关这烟味 就很呛嘛 他就给你帮倒忙了 对啊 他不但在工作上 帮不到我 还一直在给我拖后腿 我让他去学个手法了 什么的 他不想学 他觉得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总是在找各种理由 各种借口 主持人老师 这家店里嘛 他说我不帮忙 不是不帮忙 因为男生手比较粗糙嘛 受罚也做不好 也就为了吵架 给他顾客烟嘛 也是吵架 因为我去为了 店里生意着想嘛 给顾客点个烟是吧 拉拢个回头客 每次因为这点事 天天给我吵架 如果你在你女朋友的店里 合不来的话 你出去找工作 你告诉我这一年多呀 你投了多少份简历 投了那有个几十份 参加过多少次面试 面试才有个40左右次 就是找到工作吧 有的感觉就是不适合 工资比较低嘛 就想收入高一点的吧 工资最低的 你告诉我多少钱 也就是4500多 4500多还低吗 我之前的工作 也都是在6000以上的 你现在拿多少钱 现在就是代印了 零啊 是 您是宁可在家 听着自己的女朋友 骂自己是废物 也不愿意出去 比过去稍微低一点的工资 去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那么你看中她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失婚的 有自己手艺的 将来可能还可以养我 让我来这儿吃软饭的女人 你是来占她便宜的 还是想加入她的生活 好好爱她的 当时我俩就是出对象 就是奔着结婚的去的嘛 将来在一起 可能就是自己 创业分天地嘛 创业嘛 你一提起这个来 我就生气 在我店里 给我帮倒忙 我就让她回家了 她就告诉我 想创业 然后我就支持她嘛 拿了十万块钱 过了没多少时间 她就回来了 灰溜溜的 回来以后就对我 哭天抹乐的呀 我说啥了这是 我被骗了 钱没了 我就看她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就扶不起阿董 我要是你 我都不好意思回来 我愿意赔嘛 不是赔 就是我一个发小 也是我们家里的 因为当时打算投资 开个修理汽车的嘛 我对她不懂嘛 我就是投资点钱嘛 不止她给我拿了十万 我手里也拿出了五万 当时投资进去之后 她把我收的联系 方式都删了 回家之后 我俩因为这事情 也是总吵架 我呢 又一个人来天津 也不容易哈 是吧 手里也宰下点小钱 房子我也有 变着结婚气的嘛 就想两个人 好好地过日子 彩礼呢 我也不需要 谁想到 她给我闹这一出 在家里整天喝美酒什么的 我就看她 在家里这么烦 她就跟我说嘛 她说 想去老家 散散心 之前嘛 我也跟她去过 两次老家 你知道吗 也见过父母 然后父母呢 对我也挺满意的 然后我也想跟着她 一块回老家 去了嘛 她不让我去 那这次为什么不让你去呢 因为当时 老师让我去 他就说 你店里挺忙的 你就在这好好挣钱嘛 凭什么你去逍遥自在 我就得在家里挣钱呢 不是 我是逍遥自在 我陪来之后 我也很上午 也很生气 这个时候 我这样回家 一个人静一静 有没有考虑过 你女朋友 本来她工作就够累了 还被你拿走了 十万块钱 然后这个时候 你还告诉她 你要去散心 为什么你不考虑 考虑她呢 考虑过了老师 在这一段期间 我也想了很多 我就回家散心嘛 就是待个一天 两天也会回来 因为回来在 就是杀杀心 找一份好的工作嘛 您散心回来多久了 我现在回来 大概得有个 三个月左右了回来 三个月还是没找着 也在工作了呢 现在 她不想找 她要真想找的话 一年多了 啥工作找不着 她说她现在工作了呀 找工作干了没两天 又吃了 找了什么工作 主要工地的 你拿来跑跑业务 什么都也都做 那你女朋友 开始第一次 叫你废物的时候 你是什么反应 好像不是废物呀 你说上废物了 您的家人 同意你们在一起吗 女士 我爸就是没什么要求 就说你对我女儿好 就行了 我们也不要求你 特别有钱 然后前段时间 我爸不来天津了吗 来看我 就看到他 现在这种状态 你知道吗 就跟我说 别在一起了 分开吧 我们有老父亲的音频 我们来听一下 我家的姑娘 少得婚姻 过来就不咋样 一想起来 心里就不得劲 后来啊 孩子独的一个人啊 打瓶 也太辛苦 真是不容易 好在呢 现在过得 有些宽松了 当然我这心里呢 就是不得劲 疼得慌 以前同意 他俩在一起 也不知道 他是这个状况 这次去拍鬼 可把我读进回来 我看这种小伙伴 是口不热的 我看这种小伙伴 爸爸不希望说 你过得那么累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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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不哭了 您看到女朋友哭的时候 您难过吗 也难过 那为什么不好好工作呢 就是当时吧 老师 就是工作的时候 他爸挺喜欢我的 自从我就是离职之后吧 他爸也瞧不起我 也没有正眼看过我 假如没有这个女朋友养你 你觉得你能够闲多久 怎么说老师 他是 就是我俩在一起挺好的 您直接回答我 假如没有女朋友养你 你觉得你能闲多久 跟现在的状况来看 几乎是一样的 不可能 你一个心里想着回答我的是 假如没有这个女朋友养我 我还可以找到下一个吧 不会 那为什么在这个女人面前 你就这个样子呢 你如果爱她的话 你会因为她枯绝地心疼的话 她每天白天上班那么累 回到家为什么家务你不能做 为什么要动用她的存款 就是当时为了就是创业嘛 那就是将来我们俩都能过上好日子 行了行了 又说将来我们俩能过上好日子了 姑娘 这世界上什么最贵啊 希望最贵啊 那拉末的驴啊 老希望咬着跟前那老玉米 拉着那末一圈一圈地转 但那老玉米咬得着吗 你现在为那个希望 已经掏了十万了 你还打算为这个渺茫的希望 支付多少 我感觉我父亲说的也挺对的 给他类似这两年 我就一味地在付出 他一味地在索取 他就感觉我做的这些 都是理所应当的 你还打算再支付多少 为了这个希望 已经不打算去支付了 不打算支付了是吧 如果他明天就跟你结婚呢 你跟他结婚吗 你真难过呀 你看着你女朋友哭你真难过啊 你这难过恐怕比不上六千块钱 变四千五的难过吧 你要是忍了那一千五 你女朋友至于这样吗 所以你真难过吗 你不难过 你那心疼还没那一千五心疼呢 是吧 以前挣过六千吗 我都存疑 对 这是我想问的问题 以前真的是个什么物业的领导吗 我都存疑 就是一个物业的小型主管 小主管怎么就从这个物业出来了 再也去不了别的物业了 从业经验好歹也都能帮你 想换一顿别的工作 假如今天他把房子赠送给父亲 每个月的收益 做一个婚前公正 他所有的收益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你现在给他打一个 向他借了十万的一个借据 并且要求自己多少年还亲 这些法律条款全部都离奇 你还会跟这个女人结婚吗 你为什么要犹豫这么久啊 因为已经有答案了 因为他在算我刚刚说的这笔账 刚才这些不都是理所应当的吗 如果你真的爱他 他应该立刻就答应啊 你为什么要犹豫这么久 我现在给他写签条 下台之后写都可以的 他们没有上台之前啊 我还这么说 这得是一个家里如何弱势女人 如何强势这种情况 我现在听明白了 您这是扮猪吃老虎啊 所以基本上都清楚您的这一些事情了 我觉得我也不用再问您什么了 我们来听听其他的几个虎姐姐虎妹妹 还有是受难兄弟们的意见好不好 我太生气了 我在看我旁边这一位 觉得他很优秀 宝贝吧 就一句话吧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更乖 忽然觉得自己的男朋友怎么样 顺溜多了 这时候给问问大姐 大姐 您现在看我大哥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女孩够委屈了 你怎么不觉得我们大哥受委屈呢 开眼界了吧 白姐姐 以前只觉得外头的女人是老虎 怕我老公又被老虎们吃了 所以我在家先威慑他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男人们居然也可以吃女人的呀 对 对 对 所以咱哥好不好 好 对咱哥好不好 医护会对的好 每个星期二百块钱给不给 再加二百 哎呦 好了 哎呀 好歹我们通过你们的事儿 让这两对看见了希望 你们的希望在哪呢 我们之前已经没有希望了 竟然没有希望 为什么答应他一起出现在这里呢 我就想跟他做个了断 我不想再这样纠缠下去了 我喜欢你这句话 自个儿想一想 怎么跟他在台下做清楚你们的了断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请这两位 一起我们都回到门后边 是大家在门后悄悄地在沟通沟通 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是先来有请我们第一队的 虎妹妹她们这一队打开门 让我们看看她们还在不在 祝福二位 当虎妹妹遇上杨哥哥这就是天照地设的一对儿 好了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你们的浪漫时刻 哎呦嘿摸头沙 哎呦 好嘞 谢谢您 那么第二队胡姐姐她们会不会请开门 大哥脸上有笑容了 一个礼拜四百 一个礼拜四百 好开心啊 当长了零花钱之后腿都不疼了 抱一抱吧 最浪漫的时候 向全国的女性宣告这男人就是我的报警点 尤其是蓝蓝 要通知她们看这期节目哟 好甜 祝你们幸福 邀请 那么最后一队究竟是怎么样 还来看看 符合我们的期待 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可能看上去很虎的这一些女士 也许她们的内心里头还真没那么虎 而有一些可能嘴上说着狠话的女人 可能生活里头也许真的是被逼到了那个坎上的 所以不管怎样 还是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有自己的故事的话呢 要记得跟我们来 节目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爱情保卫战 让我们下期再见